然后我就去把那个被子一摊开 她的X在床上 女生呢 她没有X在我的床上干嘛 你们自己想 在你的床上 她自己有房间的问题是 她自己有房间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来我的床上做 三更半夜 就聊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更半夜 我是Lennon 我是Lennon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更半夜 我是建辉 我是Benny 是的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有怪癖的室友 奇葩室友 很恐怖的经验 感觉很像灵异事件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我们个人的经历 当然我们个人呢 除了我们两个之外 我们还有境外人 我们的小白 掌声鼓励 小白 那如果你们想要看一下小白的真面目 就要记得like and share 还有分享 因为我给大家看小白长什么样 哈哈哈哈 好啦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聊聊 所以其实Benny他你没有室友的经历 但是你有没有一些觉得说你应该不能接受的一些行为 如果是说到了一个环境性的地方会共用到洗手间这件事情 我觉得厕所还可以啦 不是还可以就是还可以理解为什么人家会讨厌 可是除了厕所之外 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爱干净啦 虽然有时候我可以让自己放荡 我可以让自己放重一点 就是把不要的衣服或是脏的衣服放在我们的门后面 你知道吗 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整个房间是乱的 就是你连路都没有得走 床都是放衣物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 好接下来 除了卫生不好的室友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室友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爱管闲事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比较爱管闲事 我遇过啦 因为我在用电脑 然后他会来问你在干嘛 他会觉得说我还小 他必须兼顾我用电脑的时间长度 还有在干嘛 干嘛 兼顾你是什么东西 兼顾 你讲兼顾 我讲兼顾 他会觉得说我还小 他必须兼顾我 兼顾我 兼顾我 我就看着小白小白看着我 like what is happening 我觉得我的嘴巴已经跟我的头脑不连结了 好啦就监督 然后就要管说我在干嘛 然后那个逼我把那个电脑放到客厅 对啊而且还讲说你的电脑不能设密码 因为他要用 重点是电脑是你买的 对 是你的 是我的 那他凭什么 对啊 如果他要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说那好啊 那电脑的钱你付我 可是那时候就没有没有办法说一个长辈嘛 那时候还小 我我觉得这已经是没有不关乎长辈不长辈了 这这这已经是越界了不行的 对啊又很爱管闲事啊 然后最后电脑坏了还是我付钱吗 好接下来除了爱管闲事还有更厉害的特殊癖好 哈哈哈哈 有没有特殊癖好 你自己觉得说你有一些特殊癖好是不能接受的吗 我其实都还好你只要不要等我做什么东西 不要去插手去管太多 啊有一个点就是说如果你很晚回到家 然后你在那边外面 哇你是觉得你自己跟人在这个家住是不是 就是没有没有想没有顾虑到人家的感受 对就请你捏手捏脚的做你任何的事情 因为我要睡了啊 换做是你你你遇到过这样子的事情你能够接受吗 那小白你有遇到过这些特别癖好的室友吗 我曾经有一个室友他只喜欢用带花的床单 他也很喜欢常常去换洗 卫生习惯很好 可是唯一奇怪的一点就是 每次他拿被套去洗的时候 他就会把我的晒好的衣服推到另外一边 所以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很自私 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忍无可忍去问他的时候 他很诚恳的跟我说 他其实会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床单上面都是小花 如果没有好好晒到太阳的话他们会哭 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要接受光合作用 你问他你的花会长大吗 你的花挤了这么多次还是一样大 你的太阳是不是没有用 好特别 天呐 他是OK吗 但是他只可以用有花的图案的床单被带 他是泥土 他需要太阳也需要泥土 所以他是穿在身上 他也可能是圆钉 圆钉 他要装花 好 接下来就是 贪小便宜的室友 就算不是室友贪小便宜也很恶心吧 你的脚也很恶心 他最后是放到很整齐还有他的固定的位置 还有那个摆的方向 还有风水 对 有强迫 风水 有风水 他的头一定要对准哪个方向 因为我的手很顺手 西南风 然后每一次我回来的时候 那个香水就少一点 再少一点 然后那个摆的方法都是乱的 然后我就知道是有人动过 然后不止这样有时候 因为家里的衣服都是一起洗的嘛 然后我每次发现 走过我的室友 为什么他的衣服很厌熟 他在穿我的衣服跟裤子 我说这不是我的裤子吗 他说是哦 我不知道耶 可能是我朋友留下来 忘了带回家的衣服 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 他很明目张胆的跟我讲说 那个是他的衣服 然后我就超级生气 就是这些没有办法接受 很恐怖的 衣服啊这些东西都是拿来的 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 然后小白 小白你说 以前我在念中学的时候 有一个室友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妈妈工作 所以他会每天早上 把我的午饭做出来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然后回来了之后 我就会微波一下拿来吃 大概有两个多月 这么久哦 我每天回到家 是没有午餐可以吃的 然后那一阵子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妈没有煮饭给我吃 然后直到有一天 我妈回来 她说 我昨天有包水饺给你哦 可是我包了四十颗 你拿到四十颗全部都吃掉了吗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没有吃到一颗 而且过去的两个月 我从来没有吃到午餐 蛤 所以是那时候我妈才发现 原来我的室友一直在偷吃午餐 天呐 这个好恐怖哦 对 但她也不是经济状况不好的人 真的就是贪小平 这就是很自动的一个人 还我水饺 太恶心了 我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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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期 我是别说 唉 我跟你讲 来 这个室友 说 OK 那时候我回家嘛 就是回马来西亚 因为通常我那时候小时候 礼拜天才回来 新加坡 有一次呢 我是提早回来 我没有跟人家讲 然后我会开我的门 我室友在我房间 你知道她在干嘛吗 她就用个电脑 左边就是一包包的那个 就是马铃薯泥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零食 就是麦当劳的马铃薯泥 在我床上吃 麦当劳有马铃薯泥 KFC 肯德基 KFC 就是马铃薯泥啦 她就一边吃一边看电脑 然后 然后就超级火大 我就看了她 我超火大 而且那时候我又不敢大喊 然后我就这样 然后她就 她就 很OK的 就站起来 她就走过 也没有讲对不起 就这样子走过 然后我就去把那个被子一摊开 她的内裤在床上 女生呢 她没有穿内裤在我的床上干嘛 你们自己想 然后没关系哦 她又走回来 理直气壮的 把她内裤捡起来 走出去 然后我就超级 不知道要干嘛 不知道要干嘛 我就超级 这是什么 我就超级 不知道要干嘛 不知道要干嘛 我就这样子哦 还有多一次哦 也是提早回来 但是她没有在房间里面 我进去我就看包装子 就是我们的 Durex 保险套 你猜发生了什么事呢 自己拿布 所以好恐怖 为什么她要在我的房间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超懊恼 我那天就是 好忧郁 忧郁 猜到你是忧郁还是忧郁呢 我又忧郁又忧郁 不知道要跟我爸爸妈妈讲 说这个事情 还是要跟她妈妈讲 在你的床上 她自己有房间 问题是 她自己有房间 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来我的床上做 还要弄到我房间这么乱 这个室友 她也是房客吗 她的家 可是 不可能吗 你把房间租给人家 你不可能进去那个人的房间 好 下一题 刚刚有讲到一些恐怖的房客 那小白有没有遇到一些恐怖的房客呢 我不能说是恐怖的房客 但是那个经验是蛮恐怖的 就是 也是中学的时候 有其中一个室友 他喜欢晚上不睡觉 然后他 就生活习惯不好 嗯 然后突然间 有一天 我妈就跟我说 欸 他好像已经 连续 两天没有出房门了 嗯 然后我说不可能吧 至少有出去上个厕所之类的 嗯 我妈说真的没有看到他 然后我们就 一半出于好奇 一半出于担心 我们去敲他的房门 然后敲了很久 就 没有人印门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他有可能出去了 嗯 或他出去的时候可能我们睡着 我们不知道 然后我妈就说 哦那没关系 可是等下我会跟房东太太讲一声 然后因为那房东太太就住在隔壁嘛 所以 当天晚上 房东太太就带着警察来 所以警察把那个门撬开之后 就发现他其实是在房间里面 但是他已经过世了一天了 Oh my god 嗯 所以你认识他吗 就是 还是只是讲过话而已 我们那时候在一起住了蛮久的耶 Oh my god 天哪 就是那个经历 经历很恐怖 因为他们其实 破门而入的时候我也在 所以我是 当场有看到 嗯 讲完这么多恐怖的经验呢 当然我们最后也要 呃 劝大家 就是相处容易相处难 就是 哈哈哈 哈哈哈 处难啊 哈哈哈 处难 其实说了这么多 分享了这么多 俗话说就是 相处容易相助难嘛 就你遇到这些 呃 奇葩的室友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 互相的尊重 嗯 然后能够拉一个平衡 互相的理解 如果做了一些月线的行为 例如说 我现在在讲话 你在喝水 哈哈哈 诶 这样也越界 哈哈哈 没有啦 开玩笑 就 如果是越界了 越线了的话 就是 不要闷在心里 就是 多一点沟通 试着去把话说开 如果可以 达到一个平衡的话 那就最好啦 嗯 那如果不行的话 就 搬吧 哈哈哈 那就自己搬走 哈哈哈 其实要讲经验嘛 如果你们有一些 特别的经验 想要分享的话 可能我们做一集 下一集就是 把全部的经验 都 呃 分享给大家 当然也不是 只有坏的经验啦 如果你们有好的 室友经验 也是可以跟我们说 在底下留言 那我们也去看一下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嗯 所以这集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 拜拜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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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